一直打電話來嗆我們 就在警局門口男子動手打人 遠景上前把人拉開 一線刑犯當場上銬 而被打的是一名外送員 頭部被揮了一拳 揮到這裡 我那時候側面 然後他就突然衝過來 出任務卻被打 24號凌晨1點多 高雄岡山的蘇信外送員 幫忙送熱炒 過程中對方改了兩次地點 他抱怨繞路有點遠 對方口氣很差的說 送來就對了還罵三字經 外送員據送把餐點退回店家 對方電話又來了 一連好幾通都是嗆瞎罵人 外送員約對方到警局說清楚 才走到派出所的門口 對方拳頭就來了 蘇先生驗完傷回警局 他指控王姓男子的父親 態度一復無關緊要 用台語說 我要跟你說 你不要再說沒關係 這是罰錢而已 沒有搶車說 要怕他沒關係 要算來算 你有沒有覺得怕他做好算 他說做好算 沒關係我陪你算 坦誠兒子當天喝茫了 形勢太過衝動 王先生強調 有誠意要談 是對方拒絕 堅持要跑法院 先出手就行得 你要想說對方 你如果口氣很好 我們也不會去 我們現在也不會 不可以抓狂了 雙方互相指控態度差 外送員堅持提告傷害 原本只是送餐過程 不愉快 男子先動手 就理虧 TVBS新聞 張麗玲 黃曉琪 高雄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 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